大创被报违法偷渡2000吨货品来台,日籍主管招任了,鞠躬45秒致歉。 大创被报违法偷渡2000吨货品来台,日籍主管招任了,鞠躬45秒致歉。 来自日本的百元商品店大创在台湾有不错的人气,但大创最近却被抓包篡改交易日期,及此获取专案的许可证。 如今日籍的管理阶层承认造假,顶居供45秒道歉。 地位黄国昌在近日提报,2015年时,大创因为伪造标签,输入日本合家县市的货品,被经济部禁止输入6个月。 不过大创的管理阶层却只是篡改交易日期,违法输入多达2000吨的货品。 包括日籍副总经理导致信文带内,大创的管理阶层也出面召开记者会,表示在跟郭贸局申请专案输入许可的文件中,的确有些文件日期和实际日期不符,但绝没有输入日本辅导、辞呈等无限的合债货品。 大创表示,针对公司当时管理阶层擅自,私下错误决策,深感抱歉与愧疚,会再进行检讨,确认发生此事的原因,相关的管理阶层也会遭受惩处。 管理阶层说明完后,也在记者会鞠躬45秒致歉。 不过大创的公开声明并未全面致血,立委黄国昌就指出,在大创被禁止输入的期间,共有816次评书出入许可证放行的记录,认为他们根本避重就轻,一错再错。 目前案件已送检处理,还不确定是否有合债货品留在架上的可能性。 大创的商誉一再受到重挫,且在先前涨价后,消费状况也大受影响。 希望他们不要再欺骗台湾顾客了啊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